阿丙錄這首樂曲的時候 他很明顯的 不知道這首歌是甚麼名字 因為他平時都用來補習自己的床欄 自從楊教授錄音之後 他就覺得既然阿丙是以蘇州無社的人 無社裡面最有名的人 就是義全 就不如賦予這首樂曲的名稱義全景元 義全景元之所以流行 我覺得是有兩方面的功能 當然阿丙的床曲是手工 但是富於明清 使得我們的藝術家 得以繼續發揮這首樂曲裡面的音色 音色音響也是一個功能 這個教授楊潤 大家勤勁 好 二次顯現 歌手 音樂 點偶像 點偶像 他人 在雷尾 存在 電站 他人 您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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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